很难得了 为什么会变成这种现象呢 善思没有了 道德之人没有了 佛法衰未了啊 我们今天遇到佛法 头一个要知恩报恩 阿南在此地赞叹了 事处事件恩得了 佛的恩德跌大了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今天接受佛的恩德 用什么方法报佛恩德 必须踏着佛陀的足迹 不辞辛劳 把佛法介绍给广大群众 现在方便呢 可以利用高科技 所以我一出来奖金 我就看中了电视 所以我们在 金美建一个图书馆 那是二十多年前 我们的图书馆 就叫华藏佛教 试听图书馆 我们就开始走这个路子 我们的财力非常有限 因为我们一生 心力都用在经典上 我们不应酬信徒 不巴结人 不去讨好人 所以有钱有力的护法 我们道场一个都没有 我们在我们道场都是平民 有钱有势力的 都到别的大庙去了 我们这个小庙 他不会来 他也瞧不起 因此我们只保留落影带 那么到最近这几年 做成了光碟 微信底 那么也上了网络 而且我们讲今 无论是书籍 这个落相 我们通通没有版权 欢迎流通 如果是版权所有 这是违背佛陀的教会 为什么呢 你的慈悲心没有了 你寻求一点小力 把众生文经文法的语言 给断掉了 那个罪过很重 我们因为没有版权 所以大家拿到之后 他自己就去翻印 到底印多少 我们不知道 刘同亮 编辑全世界 前些年 我到新加坡 也陪法师请我吃饭 我问他 老法师 今天为什么请我吃饭 那个素菜办得很丰富 在新加坡 一个很有名的素食馆 他办了一只摘情 老法师很谦虚 告诉我 净控法师 你的法语言很好 你能不能教我 我说这个 不必请我吃饭 你来问我 我还敢不说吗 为什么法语言这样好呢 我们要跟众生 广解法语 不能吝啬 我知道 他写的书不少 总有几十种之多 他有个地观全集 如果你的著作 后头版权所有翻印避旧 你的法语言就断掉了 他听得很难过 你想想看 我们在台本 我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 每一年出版的东西 很多流通全世界 也没法语 一本书都没有 他说为什么 你后头版权所有 我要印了 还要吃官司 谁敢印你的 他就没话说了 佛法要流通 要利益众生 不可以限制 我们所流通的 完全是免费赠送的 绝对不收回一分钱 我们基金会的同仁 都能守住这个原则 我在成立的时候 告诉大家 我们收入的钱多 多做 少就少做 没有就不做 我们大家念佛 都自在 决定不要到外面 去化缘造勤 那你叫自找库持 为什么呢 那叫攀缘 不是随缘 我们随缘 不排缘 所以你们大家 供养我的这个 全部交给 佛陀教育基金会 做什么用呢 这四十个小时 我们讲的 会做成 微息的流通 这些钱 那就做这个 我们不要花缘 我们这个流通出去了 人家听到欢喜 他自然他就会翻音 他就会去流通了吧 这样流通 越流通越广 的利益就越多 所以 我们学佛 要生真心 要其真心 要求真结 最后一定要 利益众生 决定不要想到 自己的利益 那你就错了 佛不能想 人一想福 给主说 你想 你到了七老八十了 像我这种年龄了 有许多人来照顾你 伺候你 站起坐下 两边都有人福到 那也想福啊 你想想 想的是什么福呢 老病死的福 我的老师 李敏南老居士 95岁 都不需要人伺候 没有人照顾他 身体健康啊 我要有人一伺候 马上就老了 马上就生病了 你说到底哪个好呢 活到一百岁 两百岁 都不需要人照顾 我还能照顾别人 这个好啊 所以新加坡 你看许哲居士 今年一百零三岁 他那个身体健康的状况 就跟三四十岁的人一样 每一天照顾二十多个老人 病人 他照顾人 不需要人照顾他了 你们想想看 你们是服事人好 还要别人服事你好呢 想想就知道了 好 今天我们时间到了 这个 这部金 圆满了 祝福同学们 健康 长寿 和谐 这个经常开头讲的 自在 邪偶 邪偶就是 一切事 称心如意 可是不要忘了 要为世界 苦难众生 敬我们一分 心力 劳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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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